一定要选择肥肉相间的下午花,然后我们最好啊,放到冰箱里冷冻一个小时,这样啊,方便它改刀。 首先我们先将五花肉切成条,然后我们再给它改成像骰子块一样大小的方块,切记肉皮不要切断了。 配料我们准备花椒八角,桂皮香叶,干辣椒,大葱切成段,我们再切上几个姜片。 五花肉我们一定要凉水下入锅中,来一勺六酒去腥,水开了以后啊,我们煮出血沫,捞出,再用清水啊,冲洗干净。 加入少许95号油和少许冰糖,我们冰糖加油啊,熬个糖色,熬至枣红色冒泡的时候啊,咱们下入五花肉,进行煸炒,炒至上色。 然后我们再加入少许的甜面酱,生抽和蚝油,再来点少许的老抽啊,再找找颜色,我们一定要给它炒出香味。 炒香了以后,我们倒入温水,我们一定要没过五花肉,因为炖煮的时间呢,比较长。 然后我们把准备好的小料啊,下入锅中,调味儿放入盐,鸡精,白糖和十三香。 最关键的一步啊,我们再来点高度的白酒,这样不仅能去腥增香,还能解油腻。 我们水烧开,转小火,咱们炖个60分钟。 炖好了以后啊,咱们挑出葱姜料头,咱们转大火,收农汤这儿啊,会更加的好吃。 家人们你看有没有食欲,我每天都会分享一道简单一学的家常菜。 如果您是第一次刷到了我的视频,记得一定要点个红心,留个关注。 说不定在你想做菜的时候还真能有点用,感谢您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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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